大家好我是Cynthia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Jungle缓存优化的第六小节下半部分 缓存配置以使用Template以Law Level缓存 下面我们进入课程 本小节的课程我们会讲解Template片段缓存以Law Level缓存 并进行实际配置以使用演示 缓存我们的Template一些片段 我们可以提高网站的性能 使用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是在我们的Template的首部开头部分 放置我们的LoadCache这个标签 然后再使用Cache模板标签缓存模板片段 至少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Timeout缓存的时间 第二个是Name缓存片段的名称 缓存会直接使用后面的值 不能使用变量 所以这里是一个是Name 默认情况下缓存会存储到我们的Default缓存后端 如果需要缓存到其他的缓存后端 我们就需要指定缓存了 在我们缓存Template的时候 需要用using这个参数指定我们的缓存后端别名 如果希望为Template的片段设置 专门的缓存Key 我们就可以使用MakeTemplateFragmentKey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缓存片段的名称 以缓存模板的第二个参数作用是一样的 第二个参数是所有其他的附加参数的一个list 用于生成key的时候使用 如果你后面的list值不一样 虽然说第一个参数是一样的 你生成的key也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需要删除或者是重新缓存内容的时候 此函数是非常有用的 你就可以在代码里面 然后生成key 然后使用key去修改 或者重写我们的缓存内容 或者是删除 除了站点view template缓存以外 Jungle还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低级的缓存API 用户可以以任意力度的任意力度来缓存我们的数捷 low-level API可以缓存所有能够安全进行PACO处理的派上对象 比如说是使用dictionaries模块对象的list等等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通过low-level的API来访问缓存 使用API访问缓存配置中的caches这点的方法 前面的章节我们都有使用颜色 相信大家不会觉得陌生 在代码中我们只需要 importjungle.core.cache.caches 这一个字点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需要使用的缓存 直接调用缓存别名的key就可以了 如果cache不存在 它会就报invalid cache backend arrow 这一个错误 这里还提示一下 之前其实我们都有使用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直接通过我们的jungle.core.cache.cache 可以直接访问默认缓存 相当于是我们的caches default这一个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缓存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在前面的章节其实我都有提到也有使用演示 这里就是进行一个归纳总结了 提供的缓存接口都是有如下的 第一个是set方法设置kv键值对 第一个参数是缓存的key 第二个参数是缓存值 第三个参数是缓存的过期时间 通过get方法传入我们指定key 指定的key我们就可以得到key相应的缓存值 set和get方法是两个最基本的接口 接下来就是add方法 add方法是添加kvd kv键值对如果key不存在已经存在 添加就会失败返回pulse 然后我们用get money 我们可以获得多个key的缓存值 参数是keys的list set money是会根据传入的kv键值对质点 设置多个缓存值 像set方法一样 它是可以设置过期时间的 那我们的delete delete函数就是删除指定key的缓存了 那delete money 我们可以删除多个key的缓存值 接下来就是canir函数 canir函数很简单就是清空我们的所有缓存 下面就是increasement和decreasement 这两个呢是可以增加或者减少指定key的值 这个呢是针对于整形数字来说的 默认情况下呢它会加1或者减1 那如果你想增加或减少指定的值的话呢 就可以设置第二个参数 还有一个函数是close用的不多 这个函数主要是如果说你所用的缓存后端becon 实现了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来关闭这个方法 就这个方法调用这个函数方法来关闭一个缓存连接 下面我们介绍缓存key前缀的作用 如果缓存是共享的为了防止冲突 因为有可能不同的服务器产品开发环境使用了相同的key 这样就会导致问题 那jungle支持给所有的keys都加上前缀key prefix 通过设置不同的key prefix 我们可以防止冲突 下面介绍一下缓存的版本 在我们的cache试点里面的 针对一个缓存后端 我们配置了version以后 默论如果不配置呢 都是1 jungle就会将缓存权缀和传入的key值 以版本号都连接在一起 生成我们最终的key 当然你在设置或是获取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是指定版本号的 这里面我们比如说设定 我们会setversion2 of a cache key 那就是把mykey的那个version呢 是奢侈成2 它存在数据里面的时候呢 它那个key里面就会包括这个version2的这个关键词 假设我们默认我们的那个缓存的版本是1 那当我们要用cache get mykey的时候呢 就会得到num 那如果你想得到刚刚我们存入的那个缓存值的话呢 就需要使用cache.get mykey 然后指定version等于2 那这样子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如果说在我们的项目中呢 使用了缓存 那当代码更新更改以后 你可能需要清理已经存在的旧的缓存 以满足新代码的格式需求 那最简单的办法呢 其实就是flush整个缓存了 但这也会导致问题 就会导致失去还可以使用的缓存数据 那针对这一点呢 Jungle就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的increasement version和decreasement version 这两个函数 可以增加或者减少指定key的version 比如说我们cache.increase version mykey 那他如果说他的默认是1的话呢 当你调用了这个方法以后呢 这个key在函数 在那个缓存里面呢 他的那个version的版本就会变成2 所以说当我们调用get mykey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指定他的缓存版本了 不然的话呢就会得到那 默认情况下呢 make key方法是将key prefix version和key的值通过冒号链接 如果说你希望以其他的方式链接cache key 我们就可以制定义一个make key的方法 那通过在caches里面配置key function 来指向新的make key方法 下面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缓存key的一个长度限制问题 嗯针对于那个缓存后端当中啊 make cache的是最常用的缓存后端 他呢是不允许缓存key超过250个字符 也不允许其中包括空白或是那种控制字符 那当我们的key不合法的时候将就会 他是会抛出异常的 所以说为了提高我们代码的见状性 对于其他的一些缓存后端 如果当中使用的key在memory cache的中会引起错误的话 那其他的内建缓存后端会发出一个告警 cache warning这个警告 如果说你使用的缓存后端可以接受更大范围的关键制 而你却要想要忽略这个cache warning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installapps的管理模块中的任意一个管理模块中 使用入下代码就可以忽略这个告警 接下来我们进入实力演示阶段 首先是template片段缓存的使用 那当然先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演示环境 配置好缓存后端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缓存template片段了 那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缓存后端配置 这里都不啰嗦了都是一样的 这里还是依然用radius作为缓存后端 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template 配置好缓存后端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将load cache放template文件的开头 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template是有extend 就是基于一个base html的一个扩展 一个template的扩展的话呢 那你需要先把extend放在load cache的前面 这点需要注意不然会爆错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caches标签 cache标签来缓存template片段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我对我们的index 这个page里面一个template片段的缓存 我那是把整个body进行的一个缓存 这里呢是我们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是cache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timeout的时间 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名字 最后呢就是其他的 你也想加入的其他的一些名字 那对于后面两个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变量了 第三个参数是不需要使用变量的 就直接把自不存追加在后面 而且是不能用变量的 但是后面两位呢就需要用变量 那这里先定义了index1变量 然后support it 好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 那当然大家还是要记得 还有end ncache一定要记得加上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启动站点 接下来我们就启动站点 先看一下我们现在哪个目楼 没到 好 当然在使用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进入我们的radius看一下 就是没有缓存的 我们现在来启动我们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进入浏览器 最好呢进行一个强制刷新 好 现在再来看一下嗯 请求已经发过来了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的缓存已经缓存进去了 然后这个dashboard就是我们的那个 第二个参数 然后后面呢呢它就生成了一串纸 我想这应该是hashi吧 那接下来我们如果说修改我们的template内容 我们再尝试访问看有什么结果 好 好 我们现在是修改这个menu来查看我们的效果 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对页面进行一个强制刷新浏览器 好 看一下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这肯定是没有变化的在我们的缓存过去之前 好 接下来我们再尝试进入我们的radius 我们先做flash 好那我们再进入到浏览器进行强制刷新看看有没有效果 大家看我们的test已经出现了 下面给大家解释 ligo api缓存接口的操作 也使用 首先呢一样的还是要配置好缓存后端 那结果接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访问配置中的caches字典了 首先我们进入 sale 那我们首先呢就是from jungle.call.cache.cache 然后import caches 好了 好我们就这样我们尝试把我们的default 就可以知道这是我们的那个默认的一个 我换成后端 那 我们现在可以尝试访问一个不存在的一个缓存别名 大家看一下会是什么结果 看到没这就已经报了我们这个invalid caches backend error 那接下来呢我们尝试访问一下我们的moral缓存的 就是使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的moral缓存 那from jungle.call.cache import cache 好把它看一下我们执行一下判断一下这个cache 是不是和我们的那个caches default是一样的 再返回true 证明我们这两种方法防了moral缓存都是一样的 那下面呢我们在对各种基本的no-level API进行一个操作演示 首先我们尝试我们的set 好返回true 证明成功了 好我们再进行一个get 那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我们刚刚缓存的数据 然后我们再进行add方法的演示 首先我们尝试add一个已经存在的key 看一下是什么结果肯定是会爆错的 因为我们的add是必须要那个key是不存在的 那如果它已经存在了那就会爆错而不会操作成功 那我们再添加另外一个不存在的key呢 那我们再添加另外一个不存在的key呢 我们肯定就会返回一个true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gammon类 传入的参数呢就是我们这个key值的一个list 就得到我们的那个key value的一个字典 好下面我们尝试一下使用我们的salmon类 传入的参数呢就是一个key value键值对的一个字典 好这下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在那个里面已经存在了 ok我们之前的操作都全部成功了 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尝试一下delete 这些方法呢我们在之前操作演示的时候都已经给大家见过了 那这里呢其实就是一个强化和一个归纳总结 ok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是不是这个key还存在 那我们有一个方法叫haskey 那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得到false那我们如果我们尝试着去看一下一个key 是不是has的时候呢他就会得到true 下面我们来进行一个cache的clear操作颜色 在操作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保存值 看一下我们当前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删了个1 所以现在是2,3,4,5都还在里面 那么好我们进行一个clear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headers 这边来看一下是吧 就跟我们的之前的执行的flash or 一样的 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increasement和decreasement 首先呢我们先设置一个值key 然后它的值呢是1 好那我们再进行一个incre 好其实反汇已经告诉你了我们incre 进行一个incr方法以后呢 我们的值就从1变成了2 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个确定 看到没这已经是2了 那如果说我们想增加的时候呢 增加更多的值我们可以 传入我们需要增加的值的参数 比如说5 那从2就会变到了7 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用 dcr来减小我们这个值 变成了6 那我们也可以减小指定的值 那6-2应该就是4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小节再见